我沉默 不代表我不痛 我不痛 眼淚就不會流 總是安靜牽手 大家好 我是蕭敬騰 今天來到西湖 聽說西湖有很多傳說的美景 那我們今天也特別請了兩位向導 來為我們介紹這個特別的地方 請兩位為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瑜 叫瑜高坤 現在退休了 好啊 退休以後我就有我的愛好 我總叫愛好樂曲 所以就高樂曲了 大家好 我是來自浙江小百花樂曲團的鄭曉 是演員 樂曲演員 這位是我們的船老大 所以我們要開到哪裡就要靠他 揮個手吧 好了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西湖正面是三面黃山 一面人子 它坐落在韓州的西面叫西湖 也叫山下 我們西湖的總共是6.38平坦公里 然後西湖可以走到15公里左右 各位 我們這裡就是那封星塔 它是2002年新建的 造價1.5億 上面是有400兩黃金固成的 哇 我不懂 連我都不懂我 如果說的太少 愛的太多 有誰能夠懂 杭州我覺得很舒服 風氣很棒 很漂亮 然後今天也去這個西湖 特別有感覺 而且在那個湖上面 邊聽然後邊感受這個 就是當時的一些一些感覺 我覺得很有畫面 嗯 我覺得他比電視上帥多 哇 謝謝 然後也很好親近 挺聊得來的吧 是個很好相處的人 謝謝 樂劇是起源於浙江盛縣 然後呢 發展於杭州 杭州 然後現在中老年人比較喜歡樂劇 年輕人就不太有喜歡樂劇的 比較少了 不太知道比較少了 然後樂劇配器吧 就是主壺和琵琶比較多 好啊 太棒了 太享受了 那要不要我們就直接來一曲吧 嗯 現在我們要唱的這首就是 發生在西湖的故事 那個白蛇傳 白蛇傳 其中的一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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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今天听他唱 他也教我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音乐其实很特别 很奇妙 我觉得很困难 蛮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音乐 《白雪传》你听过吗 知道吗 听过 就是发生在西湖的故事 它是一条千年蛇腰 就是为了报答一个书生 许仙的救命之恩 然后就化作人形 然后它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就来报恩了 然后就跟许仙成亲 他们两个就是开了一个药店 有一天就是端阳节 金山寺的法海 就是看不惯他们两个 就人腰不能结合 挑拨他们两个的关系 然后让许仙端阳的时候 端熊黄酒给他娘子喝 然后呢 白蛇喝了以后就现原形了 现原形了 对 然后把许仙吓死了 吓死 他为了救许仙 就是冒死到昆仑山 去盗了林枝草 然后把许仙救 救活了以后 许仙又被 发海 应该说拐骗吧 到那金山寺 然后软禁起来了 那个时候白娘子已经有九月生孕了 有baby 对 有baby了 然后他就跟小青去金山寺救许仙 发海不肯 然后两方就打起来了 他就有了水漫金山的这一折 他因为有了baby 然后就败下阵来了 输了以后 他就跟小青两个人又在了西湖游荡 然后就唱了这一段 对 太带来了 对 好棒的故事 海深冬奈 对 对 我觉得很优美啊 在DOSPACE这个曲子 西湖山水那 更能够进入这个故事的一个领域